要感受巴黎的城市氛围 除了在景点附近溜达之外 看展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次呢 我在LV Foundation的Mark Rothko展 其实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艺术家 这次也是他最全的一个展览 我觉得我对光影有更深的了解和体验 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次去巴黎 其实行程也是非常匆忙 除了很多的拍摄之外呢 我们晚上还要换造型 去看几个时装秀 但是呢 真的非常的充实 终于回到酒店了 今天也是一整天的拍摄工作 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今天真的好累 完全没有经历用一堆的瓶瓶罐罐 所以呢 今天就简单护个敷 最近呢 我就在巴黎的时装周 所以我正好这边的朋友 给我推荐了一家美容院 叫Pierre Moshe 说已经是有60多年的历史了 是在法国最早一批座院线的 我去体验完之后 觉得他们家的服务 还有手法都相当的不错 还有他们家的产品 我也是很喜欢 那我就买了一些 带回国要送给我的朋友们 用下来 我最喜欢的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个 这款面膜呢 跟一般的涂抹式面膜不一样 它是一款真正的睡眠面膜 涂抹完之后呢 是可以完全被皮肤吃进去的 营养呢 也可以100%被吸收 不会越来厚重 用完呢 是刚刚好的那种水润 用法也非常简单 涂在脸上十多分钟之后呢 这个面膜就会被皮肤完全吃进去 所以不用洗脸 就可以直接去睡觉 非常适合 像我这种 时间不太充裕 有点想偷懒 但是呢 又需要好皮肤的朋友们 它的质地呢 是那种很轻盈水润 涂成这样 我们差不多 趁现在的面膜融化的时间 我就去处理一下工作 休息一下 你们看 现在面膜呢 已经化成一层透明的精油 像血一样融化在脸上 那我现在呢 会再按摩一下 看我现在用完面膜的整个状态 就是皮肤变得很水润 跟在他们家做完 spa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一支的面膜可以代替整套的护肤流程 出门旅游的时候呢 不用带太多的瓶瓶罐罐 小小的一支 快速又能很快的看到 护肤之后的效果 随时随地可以做这种简单 但是高质量的DIY皮肤护理